中華311地震核災悲劇再度上演 開春能登半島遭到7.6級 極潛層地震襲擊 日本內閣及氣象廳 緊急監控海嘯和核電廠應變 最大強震和上百起的遺震 火災 樓塌 交通中斷 最靠近鎮央的滯河核電廠 機組變壓且漏油 回湖最大的國旗翼雨核電廠 也傳出燃料池 具有放射物質的冷卻水外溢 引起日本民眾恐慌 福島核災的激勢感悠然而生 311時因災防處置不當 首相兼職人被拔關 而這場天災引發的後續災難 更讓日本人 審視自己對核農法電的立場 在福島核災以前 日本核能約佔總發電量的25% 但經歷駭人的核子事故後 日本一度關閉所有核電廠 至今東日本沒有一座核電廠 重新運作 目前正在運轉的六座核電廠 都集中在對側的西日本 核電占比縮小至5% 然而去年除了排放核廢水位 日本其實悄悄修法 將原先核電廠營運的40年年限 拉長到60年 預計2030年核電占比要重回兩成以上 就在能登牆陣發生前五天 原子能管制委員會在去年12月27號宣布 解除對薄奇異語核電廠的禁令 只要當地現實政府批准就能重啟 十多年間日本社會對核能的討論 從廢爐變成了炎異 180度的大轉彎 關鍵因素脫離不了能源危機 烏厄與中農戰亂 讓世界的能源穩定出現了缺口 日本產經省在2022年 發布了史上第一次電力供需緊迫注意報 首都東京的電力被轉率跌破百分之五 在要求乾淨能源又不能太貴的全球共識下 何能重新回到談判桌上 我們還未找到原子能力 除了原子能力 除了原子能力 希望是 新的能力 像天空和風 能夠讓它有原子能力 但這需要能夠儲存能力 或能夠穩定地移動環境 至今 這並不是一個 經濟競爭競爭的方法 能力 現有的再生能源產出效率 不符合需求與經濟現實 因此日本端出的新能源戰略 要在安全的前提下 達成能源穩定 又要兼顧經濟與環境保護 只能繼續使用核電 為了重啟核電 日本積極進行核災預防演習 日本政府 電力業界含著安全訊息 這是重要的結果 去年11月 日本水護市模擬測試 東海第二核電站的遇難狀況 結果發現災難發生時 許多安全裝置變成裝飾 機器停止運行 核輻射物質因而擴散 南日東海第二核電廠 方圓30公里的範圍內 居住了92萬人口 如果真的遇難 將會是最艱難的撤離計劃 我沒有擔心 核能雖是限下最乾淨的能源選項 但意外發生時 卻沒有人擔得起核災造成的 毀滅性結局 日本政府在電力供給 和核子災難中權衡利弊 現任政府選擇先解決眼前的問題 然而這項決策是對是錯 只能以時間來演奏